施仲坤不明白他们在笑什么 问了李瑞颖 李瑞颖摇晃了手 说没事 眼神却一直停留在大山上 李平意为了他们的意思 要他们不可以取笑别人的容貌 并偷看大山的反应 大山尴尬的左左捏住右手 头低了下来 见大山的反应 李瑞颖要施文奇别笑了 马上跟大山道歉 说不是有意笑他的 只是觉得他很可爱 大山才缓缓的抬起头 双眼透露着不可思议 他可爱吗 李瑞颖用力的说对啊 并给大山灿烂的笑容 大山不好意思的扭扭捏捏 周天启和李平很有默契的对视 施仲坤见场面又再次的失控 再度的用力咳嗽 周天启才反应过来 问大山关于大树的事情 大山听到大树 脸马上沉重了下来 说这是现在在明界市禁忌啊 大家都不敢私下议论 就怕被冥王知道抓去处罚啊 大山指周天启都待在阳间 所以并不知道明界 前段时间闹得很凶啊 有人说在那棵大树死掉的人 他们的亡魂都没有回到明界 鬼塞在阳间也找不到魂魄 好像魂魄消失不见了 一点痕迹都没有 明王大人为此事被天界的人责罚 施仲坤惊呼怎么可能 人死了 鬼塞是第一个勾魂魄的人 怎么会连鬼塞都找不到 大山接着说 在那棵树死掉至少有十个人 十个魂魄都不见了 所以大家都在猜有人吃鬼练功 还有明王大人近日要来阳间调查这件事 施仲坤情绪激动的说 明王大人不是要管理明界 只能轻易的离开岗位 大山说 明界还有地藏王菩萨管理 所以明王大人只是暂时离开明界 说来也真好笑啊 明王大人是天地的弟弟 除了他哥哥 谁敢刑罚他 没办法 住在天上的人 一副自命清高 先古不凡 谁做错了事情 一律秉公处理 连自己的弟弟也不能饶恕 这话吓得周天琪一大跳 他来明界那么久 竟然不知道这件事 大山说周天琪不知小事正常的 这事是他哥俩 喝醉酒时不小心说溜嘴 清醒后还吩咐他不能说出去 不然他俩绝对会被抓去拔舌头 因为明王大人非常厌恶乱嚼舌根的人 李平听了毛骨悚啊 感觉这明王大人挺恐怖的 大山用力的点头 说大家都非常怕明王大人 也不敢犯错 因为只要犯了一点小错 明王大人都处以重刑 他最爱把鬼抓去油锅炸 然后再丢兵三兵 施文奇讲这刑法挺变态的 李瑞颖也认同 可施顺坤反驳 指他见到的明王大人 不是这样的 他虽不苟言笑 但慈悲为怀 要不是他救了施文奇 施文奇早就死掉 李瑞颖对施文奇投射疑问 施文奇说他也不清楚 那是小时候发生的事了 施鼠鼠说有次遭到历鬼暗算 而且他当时生子弱 也是明王大人用他的神力治愈他的 李瑞颖又问施文奇后来呢 施文奇说没有后来 因为明王大人确定他们没事后 就离开了 之后再也没见过 李瑞颖了解后又往施顺坤的方向看去 他们现在正在争论明王大人是怎样的人 这明王大人在大家的印象里 好像坏大于好 算了 反正也不会遇到他 他现在该想的是 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虽然他目前接触到的鬼都对他友善 可要是碰到恶鬼 他又该怎么办呢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